是的 确实当局最新公布的遇难人数就是在十几二十分钟之前 公布的人数还是目前是46人不幸的遇难 另外有41个人分别是轻重伤 而同时现在救出的住户一共是86个人 但是因为这一座大楼里头从7楼到11楼 一共是住着有登记的就是有120户 那么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呢 光当局现在没有公布详细的数字 但是因为这个住户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而且好多是一些所谓失智或者是这个肢体行动不便的老人 因此这一次的火灾 外界都相当的担心好多人是来不及逃生 所以当局现在其实还是持续的来搜索 他们是从最顶楼从12楼一直往逐层逐层的往下来搜索 主要是把7楼到11楼也就11楼到7楼 这主要的住户的这个楼层逐一的仔细的一个地毯式的搜索 看看还能不能够救出人或者是有没有发现的遇难者 而现在已经进展到主要是搜索到一楼到五楼已经是废弃的 这一楼到五楼基本上在目前已经是废弃 平常是没有人住的 还有地下两层 那么正在进行逐一的搜索 所以当局也是说不排除这个遇难的人数还会有调整 但是呢现在传出最新的消息是 当高雄市长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因为根据现场最新的一个录像的曝光 有一对的情侣当时是在一楼有吵架 吵架之后呢过了几分钟就发生这个火灾 这个火灾发生是接近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一对情侣已经被警方扣留 正在约谈询问 那么据了解呢据我们了解 其实现在有几个相关的人员呢 已经被警方控制 正在来了解他们这个这次的火灾 是不是人为纵火 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 最新的这个录像曝光 就是有一对的情侣 吵架之后呢 不久就发生了这个火灾 这个火灾 这个是从大概一楼开始往上烧 烧的最严重的是一楼到五楼 但是随随着这个火是不断的往上延烧呢 最终还是波及到七楼到十一楼 这些住户的集中的地区 那么当时呢 消防局是出动了一百 出动了七十多辆的消防车 还有一百多个消防员前去灌救 但是这个火势啊 一直基本上是烧了四个小时 在清晨七点多钟的时候 才算是全面的控制住 消防员随后就展开这个逐层的这个搜索 但是这个搜索工作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那么因此呢后面可能这个伤亡的人数也许也会做调整 我们也是会随时的跟进报道 另外呢我们央视台湾站的三名记者呢 在事发之后已经是陆续出发 从台北呢紧急赶往南部的高雄 那么稍后他们将会分别前往这个殡仪馆或者医院 还有现场呢发回最新的现场报道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后续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